今天第12次上课 上个礼拜的话 我们只要回顾了一下删除图表 图表当然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把整张 以所有里面所有的图 通通删除的话 有一个Shape S H A P E S 加S 等于所有的图通通删的话 那是用Shape 但如果你只是要删除的是图表 因为如果你删除所有图的话 那里面当然如果假设你有做了按钮的话 按钮本身也是图啦 如果是图的话就全部被删光光了 这个说怎么办呢 后来有想到用另外一个物件 叫做Charge Charge就图 后面加一个Object加S Object时的话 点Delete就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不删掉 这个不应该删的 不然的话如果你用Shape时的话 那当然很容易就会把所有的东西 不应该删的也把它删除掉 OK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相关的程式 基本上是放在这边 其实各位可以看一下 删除 我是把那个 上个礼拜做的那个 制作图表在这里 OK 所以上个礼拜的这个 本来是用Delete的话 本来是用Shape的那个物件 那现在也许你可以用这个叫Chart object 那其实它那个 这个 VPA里面的那个物件 名称其实都有一定的固定规则 比如说你说那个Chart 这个有没有 这个Chart我们前面用过比较多的 像什么ActiveChart 这个 ActiveChart 所以你会发现 那其实前面指的是 有点像一个形容词 目前活动当中的一个图表 那这个Chart object的话 指的是里面所有的图表物件 OK 所以有固定 那你只要怎么样 把它后面加个点Delete的话 那意思是说 因为这个地方是Chart object 加X 表示说呢 只要你工作表 这个目前工作表 ActiveChart 就是目前工作表 上面只要有 找到有关 图表物件的话 那就帮我Delete掉 OK 其实程式非常简单 如果你在VPA里面 写这一行的话 那表示说 只要这个工作表 里面的所有的 这个图表 通通会被删除掉 但是 这个可能还要再多写个防呆 上面这个逻辑判断 如果不写的话 将来如果你按下删除图的话 删除按下去 那会造成一个问题 因为里面 根本 假设已经删过了 里面全部都没有任何一个 这个Chart object 就没有任何的图的话 那会造成错误啦 因为你要删除 但是我找不到啊 所以他会跟你讲说 找不到这个相关物件 而造成错误 那怎么办 一般会在外面包一个判断 那判断什么呢 判断说这里面 这个工作表里面 到底有几个 也有几个的话 其实蛮常用到的 最关键的地方是这个啦 点Count 这个点Count的属性 其实蛮多地方都会用到 你想要判断说 这个工作表里面 有几个什么什么 那样的物件的话 其实都会有什么点Count 这个其实还蛮常用到的 那我们要先判断什么呢 里面一定要大于0 的状况 才去做删除动作 也就是说如果说 已经全部删光光了 里面没有了 那我就不删除 否则的话 才会造成错误啦 OK 这个的话呢 我们上个礼拜 好像就有示范给各位看 所以如果你有些细节 不太清楚的话 其实可以再看一下 那个上个礼拜的 这个影片 这影片里面 就这一段 OK 这个删除图表 然后再来的话呢 后面我们 有关那个 这个圆形图 这个圆形图 这里面的话 就怎么样再绘制圆形图 那圆形图相对的比较复杂 因为如果你要绘制出 那个圆形图的话 基本上 要做三个动作 我把它拆开来三个部分 那第一个动作的话 基本上 我们要 所以底下 圆形图 这个是直条图部分 直条图 然后圆形图在底下 这个圆形图 也就是如果我今天要做出类似 像这样的一个圆形图的话 我至少要做几件事 因为你绘制出 直条图 预设就是 没有外面这些东西 OK 这个叫做资料标签 OK 也就是说你绘制出来 它当然 会是 帮你把 把这个圆形图 绘制出来 但没有这个 你要自己加 另外的话 我想要把最大的这个区块 把它怎么样 把它往外移的话 往外移的话 这个英文的 那个名称叫做Expulsion 就是炸开了 如果用中文翻译过来 就把它 炸开有点怪怪的 反正意思就是把它 向外移动 这个区块 所以等于是 会分三个步骤完成 第一个的话 先产生这个图表 第二个的话 然后呢增加这个资料标签 第三个再把这个炸开 所以这个是第二 这个是第三 这个是第一 第一是整个 整个 一、二、三 当然 如果你一次要三个动作 全部完成也可以 只是说录下来的程度 会非常冗长 会怕说你有些同学 对聚集VBA不太熟悉的话 会很容易造成错误 所以如果说假设 我是建议 你假如要把这个 VBA学好的话 录制聚集也一定要掌握 因为其实 在VBA里面 绘制图表最大的优势 就是说 如果你用Python 像其实很多地方 这很多人都用Python来写 但用Python来写 其实复杂度会相当的高 第一个你要装一堆的外挂 第二个的话 你没办法录制聚集 也就是这个地方 VBA可以用录制聚集 产生程式 但是 Python是 什么都没有 变成说如果你要用Python来绘制图的话 哇 那个难度 就会非常的高 那如果用VBA比起来的话 哇 那个门槛简直是一个 一个可能是 像爬一个小山丘 像VBA就一个小山丘 如果你要Python的话 你可能要爬至少爬到阳明山了吧 相差的话 相差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差 但是结果 结果几乎是一样的结果 那我觉得如果一样的结果 那倒不不 你用Excel VBA来完成就好 为什么因为VBA 其实 只要你有Excel的环境 你就可以做这些事情了 甚至那个 以后可以延伸出去 像那个之前 上礼拜 有 这个 春祥兄有买了一本 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就是Google Google上面的那个 新增这个Google试算表 一样可以做 其实Google试算表 我觉得它蛮 蛮厉害一点的话 就是说它里面可以 一样可以录制聚齐 我觉得 这个Google试算表 以后应该会慢慢 我想应该会越来越多人使用它 因为我觉得它这里面 光这个录制聚齐这个功能 其实 所以那个 这个Google试算表这个部分 未来其实如果 实际成熟的话 将来也许会把它整理成一个课程吧 也可以从VBA到 把VBA的概念延伸到 那个Google试算表 那两边可以互相通用 而且可以协同应用 不是说今天 你会的这个 你就取代另外一个 不是嘛 反正你看哪一个部分 对你来说比较便利 OK 你一定是选自己比较便利的吧 总会选一个自己比较麻烦的吧 对不对 那当然 因为你工具选择多的话 你自然有挑的权利 但如果你不会的话 等于就是 你就只能单一的 就像你出门一样嘛 交通问题嘛 如果你有 你又有脚踏车 你又有U-bike 对不对 你又有摩托车 你又有开车 对不对 你也可以搭捷运 对不对 你也可以搭火车 也可以搭高铁 对不对 如果你每个都有的话 那你可以挑嘛 但如果 有的人就只会一下 就可能 只有搭公车 对不对 那搭公车就麻烦了 对不对 就可能 有些地方可能公车到不了 或者是要绕远路的话 你比如绕半天 效率大概很差 所以其实这等同就是说 每个工具 如果你都会有个工具 我觉得 并不会说 花太多时间 但是我觉得 让你可以做到的事情 大概相对越多 这也许可以自己再试试看 在这边的话 其实有一个 录制去洗 我觉得这个功能 真的还蛮不错的 在那个工具里面 那其实你们也可以 同样的动作 回去可以试试看 就是说 在VBA里面做完了 对不对 回去的话 也在 这个同样的动作 在那个Google市场表里面 做一次看看 如果你也可以把它做出来的话 恭喜你 等于你应该就慢慢 会能够掌握这个工具了 不过中间一定会遇到一些 一些些的问题 不过 你就想办法把它克服 其实也是乐趣所在 就像我这边 现在上的课程也是一样 所有的东西 基本上也都原来没有答案 那怎么做出来的 就是自己去试出来的 其实像坊间也没有这种书籍 教你怎么去利用VBA 绘制图表 没有这种书籍 教你写VBA的书有 但问题里面很少提到 有关绘制图表部分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重要的功能 居然 在坊间书籍里面 很少讲到这些部分 另外的话 你也可以Google一下 可能我讲一讲之后 以后要找VBA里面要制作图表 你等一下Google关键字 应该很快应该可以看到我的影片了 如果我在写一些文章的话 那一下就找到我的东西了 为什么因为太少了 另外的话即便有 可是讲的也不太清楚 或者讲的方向也是错误的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三个礼拜的话 这个分三段吧 第一段是产生图表 所以录下来其实 主要的话就是有两行程式 我是建议 这每一行程式 尽量就是每一个单次 都务必都要完全能够了解 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你不要说录完就算了 每一个它都是有意义的 比如说什么Active Suite 这个指的是目前的工作表 有没有 Shape这个是图 那我后面用的是一个 AddChart2的方法 增加一个什么 增加一个图 那后面这两个参数是它的样式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按F1 它会出现 然后这边有个Set Set是修改 它的SourceData SourceData就是资料来源 OK 那第一段 第二段第三段把它炸开 最后把它合并在一起 这个上个也要加 再来用Wiz把它做精简 OK 那其他的话可以考虑到 如果跟旧版相容的话 那可以再加 把AddChart2 把它改成AddChart 然后并且把位置放一下 底下就删除 那组合图部分 另外的话呢 这个台北市的气温 我的来源是从这边 当然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 改成像台北 其实气象站的测量资料非常多 所以你把这个 我这边有个连结 你把它点下去 其实你可以看到 除了台北之外 台北的话是在这边 有没有 那其实当然还有别的 平均23度 如果我今天 也请你们等一下练习一下 如果我想台北跟高雄做个比较的话 有没有 你怎么样可以把两个 两个日期做 两个地区的那个什么 气温做比较 OK 那这边的话 请各位也许先把那个 上个礼拜的部分 稍微重点回顾一下 那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延伸看一下其他部分